中国作家协会简称中国作协,是中国作家群体的官方机构,在当代文化领域,有着旗帜一般的引领地位。 我们熟知的一些文化领域作家,如,莫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,著名作家贾平鸥,陈忠实等都曾在中国作协共旨,其中莫言,贾平鸥才是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成员,知道书画圈的职务所在,那么会有人问问,中国作协,什么时候成立的? 成立至今出现过几位主席,他们的说法如何?咱们长话短说,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华权过文学工作者协会,成立于1949年7月23日,不久正式定名为中国作家协会。 至今为止,中国作协已经举行了九次全国代表大会,其中,组织虽有十多年没有运行,但每次换届都是严谨有序,有条不稳进行的。 69年来,中国作协先后产生了九届,共三位主席分别是矛盾、巴金、铁铭,其中,第一届至第三届,时间从1949年至1984年底,选举产生的中国作协主席是矛盾。 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届中国作协主席是巴金,第七届至今,2016年第九届开始,选出的中国作协主席是铁铭,至今已经有十二年了。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需要指出,矛盾和巴金都在任期内并没有设置代理主席,而是让位置空缺,直到下一届选举,时才选出合适的人来。 因此,中国作协主席位置,事实上,有数年是空缺的,在历任中国作协主席团体的领导和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努力下,国国文学的发展呈现了丰富多彩,争气肉烂的特色。 这严格有序的环节,也展现出了中国作协主席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价值。 其中,矛盾和巴金是已经上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优秀作家。 他们不仅在文学方面造诣突出,在其他方面也有着别样的表现。 矛盾原名沈德宏,他是一名出色的作家,文化活动家。 他对我国文学的影响,深远而厚重。 他在临终前用稿费,捐出设立的矛盾文学奖,至今仍是当代诸托作家,向往的文学凭证。 矛盾也被认为是一位书法家。 在他晚年,我们常见到他的字,一笔一画,端端正正,其中却有一个小小的典故。 当年,他报考北京大学时,本几位一次就能考上,满怀期待。 但他在发榜名单上,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,失望了几天之后,他仍然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入学通知书。 最后一了解,他自己在填报名单上,把沈德红的红字写得太过潦草,而被误认为是名字。 这样,发的榜上自然,就没有了矛盾自己的名字了。 经过这件事,矛盾立志从此写字端端正正,一丝不苟。 这种习惯,一直坚持到了八十多岁。 他写回忆录诗也是这样。 一般人认为矛盾的字,笔法精进含蓄,秀义舒朗,文从沈梦以为,这从观感上类似于受金体。 但据航线分析,这字,取法于,懂美人墨志,吻秀端立,颇有特色,矛盾的字线条舒展雅致,富有弹力。 综合而言,是中国作写主席三人中,计法最高,最为精妙的一位,作为活了一个世纪的著名作家。 巴金最后几年是在病床上度过的,他也以晚年撰写的《随想录》,而获得世人高度赞誉。 但巴金的书法,并不十分出名,他的字也确实并不被叫好,也许这字,只是在文学名试,终算普通,在普通人中,还算高手吧。 不过盟友常常有不同的看法,三位中国作写主席,记忆参词不齐,铁宁似乎并没有某语字传释。 他的作品,以镜鹤的提字为主,清秀婉媚,很具有个人风格,不过网友认为,提字就提字吧,和书法还有点远咯。 毛顿,巴金,铁宁,三位出色的作家,以他们的作品而传释,又以个人丰富的艺术文化面貌而被世人了解,素养全面,值得推崇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